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 朝鲜紧张局势升级 金正恩为何多头出击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号进行 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 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 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 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 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 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 11月5号投票日当天 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 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 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近在美国之音 观众朋友们好 这是美国之音 10月18号的十四大集谈 我是陈小平 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 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 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 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 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朝鲜根据领导人金正恩放弃统一 作为国家目标的誓言修改宪法 明确将韩国定义为敌对国家 此前 朝鲜炸毁了连接韩国的两条道路 朝鲜还指责韩国的无人机飞越平壤 并投放大量反朝政治黑社宣传的传单 金正恩还召集了国家安全会议 制定单权的军事行动计划 称有140万年轻人升级参军或者重返部队 威胁要对韩美动用核武回应挑衅 与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情报正是朝鲜既向俄国提供武器 又派兵驻战 是什么原因致死金正恩升起着韩紧张关系 朝鲜在乌克兰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这场危机中美中俄又是扮演了什么角色 今天我请到了两位嘉宾 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 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邓一文先生 邓先生您好 邓一文先生好 王博士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 王之胜博士 王博士您好 邓一文先生好 邓先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我们两位嘉宾 那么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请问我们的邓一文先生 我们可以看见前面说的这个英语来看 这个朝鲜和韩国之间的这个紧张的局势 在不断的这个升级 所以说我们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朝韩局势会如此的升级呢 乔汉升级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这个因素 对集结的因素啊 这个就是这个韩国的无人机啊 我们讲在11月份三度这个飞入这个平朗 然后散发全单 特别是第三次啊 就是飞到平朗这个劳动党总部的那个大楼上空 散发的全单 据说是还有这个金简安妇他女儿的一些生活细节 那你想想看独胎者的这样一个生活了 它是一个高度机密的状况 如果让乔省的本身知道 你妇女俩过着那种身去扶手的生活 而我们的过着那种非常非常这个贫穷的生活 那对金简安妇谈的什么样的感觉呢 所以讲他害怕这样一点 这是一个集结的这样一个触犯因素啊 那么还有一个间接的一个背景的因素 间接的背景因素就是说 它是由金简安这个政权的强烈的不安感所导致的 我们知道这个金家王桥 他本来就是一个制度封闭的这样一个政权 但是他一前三年那让乔省的更加的封闭和孤立 恰恰在这个时候 这个美国和韩国都换了换建换了政府 我们偷劳武团这边金简安 晋升过三度会见 虽然说第三度的和睿会见不欢而散 所以金简安有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但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拜登政府几乎是完全无视朝省的存在 不与朝省打交道 今天又让这个金简安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 因为美国不离朝省的话 就是让金简安无法打开这种外交局面 朝省的这种地缘 政治环境也就无法改善 所以讲这是一个因素 另外韩国内部也起了变化 我们讲这个前任文在寅 文在寅他是一个他出身在北方 所以他有个民都情怀 而且也比较同情北方 比较同情桥省 也就是说上来的这个饮食业政务是很保守的 非常保守的 对北方对桥省竞争是非常敌视的 也非常强硬的 他很讨厌金简安 所以讲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随着美国战略的改变 这个饮食业也改调整了对桥政策 也调整了对中政策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韩国和日本失散了和解 原来的这种韩美关系 我们讲这个变进了 这个所谓的韩日美 这三角关系 那个三方对桥省是协调力量台阶 这个一致态度 也让桥省就无法在这个三方 就这样算控制 第二点就是说的桥省面对的压力很大 所以讲我们讲这个 经济安面对桥省内部的这样一个政治变化 也是非常的这样老火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我们讲韩国对桥省有什么动静 让今天你们不怀好意 你这个散发的传单就是挑拨民众跟我的这样一种关系 那当然它就是说会改变这样一种政策 所以讲对桥省对韩国做出这种非常强硬的表态 甚至不惜说把韩国定义为敌国 那么它在对境的 就是今天北京时间 或者桥省时间是今天 就是说它是它所谓的桥省人民军 第二军的就举步的时候 它就强调说 桥省军队要认清韩国是他国是敌国的事实 如果是桥方已经完全破坏并切断了连接韩国领土的公罗铁路 这不仅意味着物理上的封闭 也意味着将同质意识和统一的意识打消 以后如果韩国在亲爱桥省主权的时候 桥方武力将不受任何条件的约束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这桥省还把韩国作为这个所谓的 是分裂的一个统一的民度的两个国家 但现在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民度 是两个民度 而这是两个国家 所以讲以前如果说桥省还带有某种所谓的民度意识 韩国对我作出一些动作 我还可以就是伦人 那现在完全没有这种所谓的同独意识的话 完全把你看到一个敌对国家 那你怎么来我就怎么对待 把这种非常强烈的这样的富裕 而对韩国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说这种情况 如果把桥省把韩国都为敌人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 因为经营早期 双方期间发生这样的 所以所以在这样一种状况 我们就看到了目前的这样一种 两韩的这样一种状态 好 谢谢这个邓英文先生 我看了不少解读 你把这个传单事件里面的 涉及到金家父子关系 家庭内部关系的那些信息 对这个朝鲜人民的陷入 你把它放在第一 我不知道当然王志胜博士 会不会认同你的刚才的看法 另外我顺便提一个观点 也请王志胜博士一块来点评 因为这个釜山东亚大学江东旺教授说 朝鲜利用军事对抗来加剧内部的邻居力 这是因为朝鲜政权依赖恐惧统治 需要一个外部敌人每当紧张局势升级 朝鲜就会抢掉外部威胁 以提高政权的忠诚度 他认为就是主要的原因 那么王志胜博士你怎么看 是我就从这个 补山东亚大学的这个江教授 这个说法提起来 没有他的这个基本的假设是正确的 就是朝鲜政权需要一个外部敌人 是因为这个内部的情势紧张 需求升高 却需要外部威胁来提高对内忠诚 这个假设正确 但是问题是那请问朝鲜 现在内部局势出了什么状况 需要他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那个问号在哪里 我有我的看法 等他再一起提 那刚刚这个邓先生所提的 这个很完整而且很细致 对于他刚刚提到这个空飘气球的 这个涉及到金氏妇女这个说法 基本上我这个部分认同 就是说这个可以作为他动怒 震怒 然后甚至采取这样子 极端动作的一个行为 但是除了这个动作 我觉得还有一个综合考量 这综合考量在我看起来 当然是我自己的这种 这种这种意测 然后自己的这个不能连判断都说不上 因为这个北韩的北朝鲜的这个 资讯实在是太封闭了 我觉得再有两点 第一个没有错 北朝鲜内部需要凝聚更强大的共识 但是这个共识的凝聚 我不认为是北朝鲜现在什么经济上 有太大的动乱啊 饥荒啊 或者是有政敌上的问题 不是 我觉得金正恩在做一个接班的准备 虽然他还年轻 可是他身体上一直传出有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他在做一个透过这个树立韩国 树立南韩作为敌国统一不再是这个选项 这样的做法进一步去凝聚北韩内部的 对于金氏政权的向心 包括他们现在也提出来说 对于这个打破了这个所谓过去 对他祖父对他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 崇拜式的这样子的逻辑 而改以金正恩个人作为一个主理崇拜的对象 等等 我觉得那个是在做一个政治接班的准备 当然是 所以这个也能够延伸到说 当刚刚这个邓先生所提到的 当你做出了这种事 污蔑我金氏家族的这种气球 那我适可忍 孰不可忍 一定要有极大化的暴露 否则这其实我们开玩笑讲 这真的是有点大炮打小鸟的 这样子的一个暴露行动 可是他还是做了 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 对现在讲的 他踩到他这个极权统治 甚至是这个政治继承的一个痛脚 这是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我一直在有一个假承是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然后某种程度 我们也都知道 北朝鲜他常常会 这个固影自联 就觉得这个国际局势 怎么好像忽略了他的存在 而做一些强硬的动作 让这个整个区域的这个权力平衡当中 都想到说不能忽略北朝鲜的存在 可是北朝鲜在美国 刚刚邓先生也提到了 在拜登政府上来之后 刻意的边缘化跟忽略 已经很久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 我大胆的议测 纯粹是议测 没有任何的这个理论基础 我认为某种程度 和这个金正恩想念川普有点关系 刚刚其实邓先生也点到了 我认为这个金正恩现在的台价 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 没选之后 如果还是民主党执政 那你要考虑一下 民主党执政 还要不要像过去四年 这样把我边缘化 如果是这个川普赢了 川普跟不只 刚刚讲 不只跟习近平是老朋友 他跟金正恩也是老朋友 那川普会不会 对金正恩你说 特别的更加重视 青睐 或者是关注 安抚都好 这个时候就会让北朝鲜 在地缘政治的地位 相较于过去几年 就会放大出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我自己比较大胆一策 以金正恩这种超韩的说法 或许有经历过 某种缜密的计算 而对南韩的 这种所谓的愤怒 或许是一个刚好同步 或者是可以一石二鸟的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来同时进行 是 这个王文志胜博士的这个解读 也很新颖 大炮打小鸟 背后必有这个 更深的这个政治考虑 另外就跟美国的那个 大选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个问题 因为唐这个金正恩多头出击 那么这个他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上 是岔了一脚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是这个乌克兰总统呢 泽连斯基呢 说给这个俄罗斯呢 又给钱 又出人 那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发言人科比说呢 俄罗斯已经从朝鲜 收到了弹导导弹 并用于攻击乌克兰 那么最新的这个美国之音报道 一篇报道说呢 朝鲜情报机构评估呢 将近有一万两千朝鲜的士兵 在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作战 但是克里姆林公否认了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邓永文先生 你认为这个金正恩为什么要在乌克兰的 这种插一脚呢 这其实是很好理解的 我们知道这个乔省面对的是美日韩 不但是韩国 而是面对美日韩的这样一个压力 它原来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 美日韩亲切副南三角 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北三角 北三角就是这个我们讲 这个乔中俄 这个北三角 但是北三角的这个缺了一个角 缺了中国这个角 是中国呢对乔省有点不冷不乐的味道 不冷不乐的味道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说如果中国过度支持乔省的话 它太估计韩国的立场 那韩国就完全会逃入美国的怀抱 所以中国不希望韩国逃入美国的 完全逃入美国的怀抱 所以它对乔省的支持就是限度的 另一个方面呢 乔省也不太愿意听众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摆布 就双国之间是有点离心离德 那如果中国对乔省有点不忍不忍 那乔省就依靠的对象 就是说它的众生就倒上俄罗斯 倒上俄罗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对境有一个表态 就是说因为我们讲 今年7月的今年6月 这个普京到乔省的访问 双方即将签署了一个 俄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那里面条约里面有一条规定 就是说一方遭受 第三方的攻击的时候 另一方有义不帮助 那么这个俄国的外交部的副部长也对此表态了 所以说如果就是说乔省遭受侵略的话 我们要就是说我们要帮助乔省 军事上帮助乔省 这就是说乔省增加了对抗美日韩的这样一个底线 但是你增加了这个底线 你当然也要付出啊 怎么付出呢 所以讲那就在欧战争上 这个乔省就帮助俄罗斯 不但是帮助俄罗斯输送这样一个弹药 而且是直接派兵 现在我们讲不能确定 就是美国的情报说有一万二千轮 我估计至少就是说乔省在 韩国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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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国情院 对对对 韩国的那个国家情报 情报院 对 我就是说这个乔省早就派人 就是在一些比如讲修桥修路啊 一些这个后勤方面啊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方面来 帮助过这个这个帮助了俄罗斯 第一是否直接派兵参战 特种部的参战 这个倒是打一个问号啊 但是肯定是派了人进去 这个一些工程啊 或者一些其他方面 一些转灯的辅助方面 是协助俄罗斯 这个是没问题 嗯 那个王志胜博士 你怎么看这个啊 小小的朝鲜在乌克兰卷入这么一场大战呢 呃是 没有错 就刚刚是邓先生所说的 就是那个韩国国情院是今天啊 呃也是 其实可能就刚刚之前 在我们节目之前啊 韩国国情院他这个发布了说 他们这个 这个依他们的情报显示 朝鲜是派了1.2万人的部队 呃已经出发 往俄罗斯去了 那但是他们也 他们的判断就跟刚刚邓先生讲的一样 这1.2万人哦 里面他们认为即便是正规的这个朝鲜军队 但是主要 应该是只能协助 刚刚讲的这种 所谓的呃后备啦 军事援助啦 呃这个工程啦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 你可能我们都会看得到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北朝鲜跟俄罗斯之前关系的紧密 那这个紧密的关系 我的看法跟邓先生也是一样的 哦 就是 对朝鲜来讲 因为这个他跟中国之间 处的那样子的一个关系 尴尬 尴尬与这个疏离啊 那种氛围 其实确实 我觉得让金针应该是会很难受 那特别是他比如说 这几年来 朝鲜在整个地缘政治的边缘化当中 如何凸显自己的地位 确保自己的安全 然后又能够 引起他喜欢玩的这种 大国权力平衡游戏之间的 这种折冲哦 那俄罗斯变成他最新的一个伙伴 那两个人是一拍即合 因为普京需要这个朝鲜的相关的 不管是武器 或者是部队的支持 所以 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我觉得 你要把 假设真的是今天1.2万的 这个朝鲜军队 开拔前往 这个俄罗斯 要协助乌克兰 你要把跟这两天 跟这个 韩国之间的关系合在一起看 你不要忘了 刚刚一开始节目介绍的时候 这个就有提到了 这个金针应不只是炸回铁路 他甚至喊话 说这个要动员军队 而且说号称有140万人 不管是要参军 或者是后备动员 可是我查了一下 这个朝鲜的部队当然多了 大概130万人 这人数是非常惊人的 130万人的部队 那他的后备部队大概60万 这已经占了整个朝鲜人口的5%到6%了 他还要再找140万出来 去拿找 所以你如果要准备跟南韩之间这个动员 你就要动员这样的军队 你在这个节目眼 你还抽1.2万人去俄罗斯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不管他呛瞎 我们台语讲台湾话讲呛瞎 对这个南韩这个呛瞎说 他要这个准备 随时准备开战 那甚至派兵到乌克兰去 都是为了要在这个时间点 彰显出他在这个地缘的 这个区域政治上面 他有他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可以随时的派兵 随时的动员部队 甚至也提到不惜动用核武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金正恩过去 所采取的这种高度紧绷的 这种恐怖平衡的 这样子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做法 从这里才可 或许才能够解释说 为什么突然间冒出一个 1.2万人已经开发前往 这个乌克兰战场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刚才王志尚博士也提到了 就是说在这个韩国和朝鲜的 紧张局势升级中间的 大国的这个游戏 那么大国游戏里面呢 这个北韩和俄国关系的这个紧密 邓先生提到了 这个中国之间的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条约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看了中国那边的分析 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王俊森 他说这个紧张局势的这个升级呢 一方面跟尹熙悦政府上台以来 采取的行动有关系 另外一方面是拜登政府 大国竞争的这个策略 也有关系 所以说把美国也给带进来了 也说这个局势的紧张 跟美国的这个大国竞争战略 也有关系 那么在三个国家 在这个游戏中究竟是什么关系 发挥了什么作用 中国在这里面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邓永先生 这肯定跟美国当然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讲这个 美国因为要围堵中国 要打压中国 要他的盟友配合 韩国是重要的一环 韩国要配合美国的要求 当然韩国 美国就得支持韩国的这个对峡战略 尹熙悦本来就是对金钱没有好感 所以对金钱去非常强硬的态度 如果韩国的力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的话 那就韩国就不怕朝鲜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 它是跟美国有关系的 那个这个中国基建的关系 我刚才讲了 就是中国由于朝鲜 这个强期以来 这个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这种所谓的不冷不热的这样一种状态 最主要的就是朝鲜不太配合中国 不太配合 有时候在中国跟美国 现在在中国跟俄罗斯之间 进行这种投机取笑 另外中国主要也是顾忌到美国 顾忌到韩国的这样一个立场 所以它不太可能 虽然中韩中朝之间早就有 我们讲从上去这50年代 就签设了所谓中朝友好条约 条约里面也有规定双述的 这个军事援助的内容 但中国肯定是不会 就是真正的就帮助朝鲜的 因为我刚才说的这样 所以讲是从朝鲜的角度来看 中国这个朋友 这个老大哥是不太靠得住的 那我就靠俄国 俄罗斯其实以前也不太愿意帮 不太愿意帮朝鲜 戴先生还有20秒 但是俄罗斯战争之后 俄罗斯改变了这种策略 俄罗斯因为受到自身的处境 印度来讲只有朝鲜 才能够在军事上帮助俄罗斯 印度来讲的话 在军事武器上 俄罗斯当然要投操暴力 帮助朝鲜 所以它两国就顺利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战略风气资库研究员 邓一文先生 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 王志胜博士 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 我们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